我要是不说,你一定想不到,把大米倒入滚烫的开水中煮一煮,出锅就是茶餐厅100多一份的早餐,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吃过,更没有见过,味道独特,深受朋友们的喜欢,有家餐厅老板就靠这道美食,一年的时间在广东买了五套房,下面我就把这个做法分享给大家。 首先,我们准备一碗大米,数了一下,大概是888粒,接着在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,开大火把水烧开,再将我们准备好的大米,慢慢的倒入开水中。 这个时候需要用铲子不停的搅拌,以免粘锅。 把大米给它煮个半生不熟,然后过滤一下,把大米捞出来,装入盘中。 剩下的汤汁也不要倒掉,装入碗里,留着备用。 下面准备五块钱的大虾,用剪刀剪掉虾头。 虾头不要丢,咱们留着,等下会用到。 再煲掉虾壳,抽掉虾线。 把虾仁装入小碗中,加点葱姜丝,料酒,胡椒粉去除腥味,抓拌均匀,腌制五分钟。 然后再准备三块钱六个的生蚝。 生蚝生活在盒里,表面非常脏,需要往里面加点白盐杀菌消毒。 浸泡十分钟之后,用老公的牙刷,把生蚝的表面都给它刷洗干净。 然后再用剪刀撬开生蚝,大家买回来的生蚝一定要当天使用,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在冰箱里面冻两天,生蚝吃起来就不新鲜了。 把生蚝肉装入碗中,漂亮的壳装入另外一个碗中备用。 这是我提前用温水泡发好的干香菇,控水之后给它切成薄片,干香菇吃起来的味道特别香。 切完装入碗中备用。 准备家里常用的砂锅,倒入少许的食用油。 油热以后放入虾头,葱姜丝,把虾头炒出牛油,味道吃起来更鲜。 再倒入101度滚烫的开水。 倒入大米,用铲子给它搅拌均匀,再把香菇也加进来。 砂锅上面放上一根筷子,盖上盖子煮18分钟, 这样汤汁就不会溢出来了。 这时候拿出家里常备的鸡蛋灌饼。 它自带酱料和刷子,吃的时候不用解冻,取一片,直接放入刷了油的锅中。 表面也刷点油,锁住水分。 开小火慢慢烙,烙到底部定型翻个面,这样鸡蛋灌饼就会自己鼓起来。 这时候用筷子戳一个洞,倒入鸡蛋。 反复的翻面煎到鸡蛋熟透就可以出锅了。 刷上酱料,放上生菜,火腿,黄瓜,辣条,任何自己喜欢吃的都可以。 卷起来切开,美味的鸡蛋灌饼就做好了。 这个时候我们的粥也煮得差不多了,用铲子搅拌搅拌。 挑出里面的虾头以及葱姜丝不要。 然后再准备两个咸鸭蛋,像视频中这样给它剪成小块,放入粥里。 加入两勺白色的食盐,少许味精,一点点鸡精,最后放一勺胡椒粉可以去腥。 搅拌均匀煮两分钟。 这时候放入腌好的虾仁以及生蚝,再煮三分钟。 最后放入青菜搅拌均匀,即可开吃。 这样一份非常好吃的潮汕海鲜粥就好了。 味道非常鲜美,营养特别丰富。 大人小孩都爱吃。 外面一锅卖158,咱们自己在家做,好吃又实惠。 搭配上我们做好的鸡蛋灌饼。 一份非常好吃的营养早餐就做好了。 我家三个挑食的女儿特别喜欢,隔三差五点明就要吃。 做法也非常简单,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点赞转发,收藏留言哦。 感谢你的支持,下期再见。